而早上起床零喝的这个豆浆机到底有没有可能是有毒呢 因为这是大陆媒体爆料了 说非常知名的九阳豆浆机里面的转轴用的是工业润滑油 可能会散发有毒物质 不过台湾去年才引进十万台 这让台湾代理商级的跳出来澄清了 说台湾近的九阳豆浆机用的一定是食用级的润滑油 没有安全的问题 像旁边的线磨豆浆机在家用豆浆机就能DIY 但大陆食品专家爆料 大陆知名的家电产品包括台湾有引进的九阳豆浆机 恐怕染上了有毒润滑油 像豆浆机像果汁机 其实里面用的电机的润滑油都是工业用润滑油 而不是食品级的润滑油 很简单因为价格超好几倍 那你用了工业用润滑油之后 电机经过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转动之后 它会蒸发 只要十万分之一渗透到你的饮料来 你就可能中毒 大陆爆出九阳豆浆机用的是工业润滑油 而台湾目前已经引进十万台九阳豆浆机 各大卖场几乎都有卖 也是电视购物的热销商品 让代理商吓得赶紧跳出来澄清 台湾地区的这些产品 我们都是用实用等级的润滑油 销出合格证明 代理商强调台湾的九阳豆浆机用的是实用级润滑油 而且台湾进的型号也跟大陆贩售的完全不同 虽然九阳总公司已经否认了工业用润滑油的说法 但台湾代理商也紧急灭火 就怕吓到消费者 天旋综合报道